從每天的關機開始講 我先講設備的部分 這個螢幕是電動的 可以調整楊角 按這旁邊的按鈕這邊 所以可以調 然後這是客型 可以給客人看的 就是收錢找錢的畫面 它可以轉270度 那這裡是先 目前是裝 那個 報表的部分 收據子 因為你們現在到時候 那個電子發票還沒申請下來 先從這邊開 到時候申請下來 發票的部分就是從這邊做開V 那裝紙的話 紙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跟之前那台一樣 都是這個方向放下去 那它裝紙很簡單 就是放下去之後 拉一點出來 然後往下壓 它有自動切紙 就代表這個紙有裝好 你看這樣就裝好了 把蓋子蓋回去就好了 那我從每天的關機開始說 這邊有一顆電源鍵 這邊一個小小圓圓的 這個按下去 它會亮綠燈 就代表開機 這個是 程式上的開機關機 假如說你要把機器強制關機的話 這邊也有開機關機鍵 這邊有個按鈕 把它搬下去就關掉 它目前都打開了 對 然後一進來的話 這個就是 那個 主畫面 那它 其實它的作業系統就是 Android Android的作業系統 那卡西歐在上面寫了一個 收音機的程式 先就把這個程式打開 然後 一進來的畫面 是收銀員的畫面 那收銀員的部分都可以到時候 假如說有要設定的話 都可以自己再設定每個人的收銀員的名字 然後密碼全線等等 那一般主要大的項目就是 收銀員進來就是只能收銀 那主管經理進來 除了收銀之外 他可以做其他事情 像是他可以看報表 查賬設定等等 那我先講收銀的部分 那收銀的話 這個是 那個 你們給我的檔案 那下面這些是分類 什麼類什麼類別 比如說木質類 茶葉類等等 什麼類別 對 然後裡面這些啊 就一顆一顆 這是你們的品項 那因為那個 陳小姐有說 他想要品名上面 前面再帶編號 對 所以我就幫他把編號也加進去 就是你們之前的什麼 101、201那種編號 但是因為你們的品項 比較多一點 假如說你 覺得按鍵一個一個 要找不好找的話 這邊有一個搜尋鍵 我可以直接按搜尋之後 我在這邊打 比如說我要找501 他就會直接找到這個關鍵 就是關鍵字 就可以馬上把這一個 項目把它找出來 那一般操作的話 就是點品項 比如說 客人買這個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這個會累加嘛 一個、兩個、三個會加 或者是說 他一次要買10個 我可以點這邊的數量 做更改 一次要20個 那假設點錯了 這邊有一個更正 就把它focus住 把它刪掉 把它空起來 就可以把它刪掉 更正掉 對 那假設現在是650塊 付款 客人收1000塊 收1000塊 現金 這時候 因為我發票還沒啟動 這時候就會出發票 找多少錢 所以這樣一筆交易就結束了 欸你們現在是會有打折嗎 不會 有 有折扣嗎 幾折 有折 有折 整筆交易嗎 還是單獨品項嗎 單獨 那假設今天客人買了四樣東西好了 可是針對這個東西品項要打折的話 就把它點進來 就把它點進來 有藍色框框嘛 把它點進來 之後這邊可以設定 目前預設是開放的 要把它設固定也可以 假設它是打9折的話 就是單降折扣 9折就是折扣10% 它就會針對這個品項做了9折 就剪5塊嘛 打到9折 那假設是針對整筆交易要打折的話 我們是放在這邊 帳單號碼 就按一下 目前也是開放的 要設固定也可以 比如說整筆交易打8折 折扣20% 它就會針對這整筆交易打8折 對 讓付款 208收300 連現金 就會保92塊 那發票就會跑出來 對 操作的部分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蠻簡單的 那假設今天客人需要打統一編號的話 統一編號是放在這邊 功能鍵 這邊有一個買方統一編號 就把它統一編號敲上去就好 比如說9738 0574 敲進去之後再開始做交易 不能後面做 也可以 前後都可以 沒差 對 再來我講其他的東西 那一般每天的SOP就是前三個 就是你們機器啊 每天都要日節 日節之後才知道每天的帳是多少錢 那今天早上一開始 那個來到店裡的時候 就是先去讀帳這邊 先去查看它昨天是不是有沒有清帳 假設你看到它昨天有錢 就代表說 昨天可能忘記清帳了 這時候你就去 閉店作業這邊 清帳閉店作業 先把它 營業日 把它昨天的帳把它清掉 因為它昨天忘記清了 對不對 就把它清完之後 這時候 再去檢查 讀帳這邊看是不是零 假設是零的 就代表說天天可以開店了 這樣業績才不會累加到 對 那每天的SOP就是前三個 那一開始就是零用金 我可以放零用金在抽屜 放多少錢 它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假設你們 可能每天 放的零用金都是固定的話 這可做可不做 那我今天假設 假如說我零用金抽屜放五千塊 我可以說我直接百元 我就給它五千塊 我就把它入進去 這時候抽屜就有五千塊 這是不包含你的業績 這單純就是被找五千 對 你晚上在算錢的時候 你才知道 扣除零用金之外的 剩下就是你的業績 對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代收跟代資 那顧名思義就是 營業外的收入跟支出 假設我今天 拿了抽屜的錢去買文具 我也可以把它記起來 譬如說我拿了兩百塊去買文具 這時候它就會記錄說 200元的支出 有可能放抽屜 晚上在算錢的時候 就是一併把它算進去 對 然後電子存根 這個功能就是 只要我有列印出來的單據 交易內容發票的一些資訊 它都會記在上面 假設日後有什麼紛爭 我都可以把它找出來 或者是把它印下來都可以 紀錄紀錄多久 沒有限制 對 它是存在裡面的SD卡裡面 那一般都是存個大概 五年八年不是問題 因為它裡面都是文字檔 都是幾KB很小 我可以自己下日期 時間點哪一天 或是用搜尋的方式把它找出來 都可以 可能之後把它印出來 像我剛開的這個代資 就是這個 上一筆 可以零用金多少錢 還有紀錄 我剛做的什麼交易內容 都會把它記下來 對 代資就會直接扣掉當年清帳的 錢 等一下你看報表就知道 蠻詳細的 那我先講讀帳的部分 一樣就是營業期間內 我要查業績 要查幾次都可以 那快速報表的話 就是只有針對你們的 業績的部分 還有抽屜的錢 那毛銷售跟進銷售 這個知道了 就是折扣之後的 像是假設你們有打折 假設我今天賣 一本書好了 兩百塊 可是我幫客人打八折 所以我的毛銷售就是兩百元 淨銷售就是一百六 實際上錢櫃內我收到的現金 也只有一百六 對 毛跟進就是差在折扣讓 有打完折 實際收到的就是淨銷售 淨利 對 那比較詳細的報表 獨葬報表 我們有提供九個報表可以看 像我 假設像是 剛剛有做一些幾筆交易 毛銷售是這些錢 淨銷售是打完折之後的錢 我實際上 現金要有五千九百 因為我剛剛有入一個五千塊 的零用金在裡面 所以事實上 我剛剛不是有做兩筆嗎 一筆是零用金五千 跟代資兩百 我實際上 假設現在不含信用卡 信用卡機 我實際上我抽屜不是要有一一五八 可是我剛剛不是入了五千塊進去 所以是要六一五八 可是我剛剛就代資兩百塊 扣掉了 所以實際上現金是五九五八 晚上要算錢的時候 就要看是不是五九五八 這樣看 那假設日後有接信用卡的話 你可以知道信用卡收了多少錢 對 然後有沒有作費發票 退貨等等 所以會記在這邊 那功能鍵的部分 像是我剛剛Key的零用金五千 這邊功能看不到 代資付兩百塊 支付兩百塊 那其他就是現金收多少錢 折扣折了幾次多少錢 他都會把它記起來 然後假設你們 需要看個別品項銷售的話 就是這PLU單品把它打勾直行 這邊就可以知道 什麼東西賣了幾個多少錢 針對這個品項有沒有打折 他也會把它記起來 那其他的話就是一些收銀員啊 假設你們有設抽用的話 這個收銀員也可以設定 我可以知道每個收銀員 他的販賣的品項有哪些 然後收了多少錢 都會把它記起來 那比較進階一點報表 我們有分析報表 比如說我可以知道 海洋榜前五十名 賣的比較好的產品 他會依序排列下來 不要這個賣的比較好等等 又排下來 前五十名 或者是說我可以依照十段別 我可以去看哪個十段什麼品項賣的幾個 他都可以把它刪出來 那這些報表的部分都可以再做後製 自己再克制都可以 對 那這是讀賬的部分 那清賬的話就是 每天要做日節嘛 不知道做多少錢 那今天假設今天十月十二號要清賬 我就會把賬清到這一天 然後這時候賬就已經被清到十月十二號這邊 這時候我再去讀賬去查 就零元了 因為賬已經被清到這一天了 對 然後你看 看錯 你看到的報表 就會跟剛剛看到的一模一樣 他只是把它清過來這裡而已 那假設你要列印的話 然後就直接把它列印起來就好了 對 然後這邊有期間累計 期間累計的話就是 我可以回查 之前的一些報表資料 比如說我要查 上個月的哪一天 或是我要查週報、月報、年報 等等都可以查 自己下日期時間 要看哪幾個日期就好了 所以他統計都是從過去 到現在 對 歷史的 沒有辦法設定的 我要看每個月 每個月可以啊 自己手速就好了 因為之前的會不見嗎 不會 就是全部都存在裡面 對 基本上SOP就是前三個 那我講一些比較簡單的設定 那假設你們品項的部分 價錢上有波動 比如說要更改價錢 然後這邊 到了主管經理進來這邊有一個設定 這邊有一個品項單價設定 因為那個 老闆給我的那個檔案啊 有些沒有價錢 所以你們到時候賣的話 可能有些是0元 你們就要從這邊去 給他正確的價錢 就進來這邊 所有的品項的價錢 都是放在上面 那假設 今天這個品項 原本是250塊嘛 假設他現在漲價了 變300塊 就改完了 你在銷售畫面 他就是300塊了 現在 改價錢都在這邊改 就去找哪一個去改 或是這邊 或是這邊直接用搜尋的方式 給他名字 直接找出那個品項 把他價錢改掉 那假設有新增品項的話 我們是放在這邊 設定裡面的 收銀機詳細設定裡面 那新增品項嘛 就是品項設定 那一般啊 新增一個品項 就是給他三個欄位 他的品名 名稱 他的分類 他是屬於什麼分類的 再來的話 他就是他的價錢 就是給這三個錢 那像我一開始幫你們建檔啊 我都有抓一個range在 比如說你們木質類的品項有這些 從101到 到這裡 156 我就抓一個range 我中間就有留空白 然後再滑下來 到了第二類的中間 我有留一大段空白 假設你們第一類木質類 又要新增新的品項 你就可以直接 往下鍵 找個空白鍵 比如說我現在要新增一個新的品項 我往下滑好了 比如說 我中間都有留一大段 比如說第三類好了 比如說紫模型這一類 可能是會有出新的品項 我要新增 我就把它進到他的下面 因為下面都有抓range 我就點進來之後 先把品名檔上去 比如說他叫做 什麼檔 我叫做ABC 給他品名 再來的話就是它是什麼分類 什麼模型類 它是多少錢 比如說它是500塊 輸存 離開 這時候我在銷售畫面上面看 就會新增這個品項在上面 就會比之前那台新增品項簡單很多 這邊就多一個ABC500塊 直接馬上新增就可以了 如果那個range滿的我們要新增 Range應該是不會滿 我留滿多的 或者是說 我留range的用意是指說 你們之後在管理品項的話 比較不會亂掉 因為其實你直接按新增 它就可以新增了 只是它就會跑 原本那個木質類都在這裡 可是我新增就會跑到這個下面 它就不會歸在一起 美觀上會不好看 你之後 假設那些真的滿了 就直接按新增鍵就好了 就這樣按新增在這下面 對 你也可以用搜尋方式 直接把這些分類全部找出來 也可以 對 其實還蠻 範圍還蠻廣的 然後把 放設定那個把它刪掉 那假設你們 有些品項沒有賣了 你可以把它丟在別的分類 比如說它原本預設在這個類別 我可以把它丟在最後一個分類 它在銷售方面就不會顯示了 然後它新增品項 它沒有限制幾個 不上限 對 目前是開放到1010的 你看我按一個新增 它就從1011開始跑 它是沒有上限的 對 然後這是新增 品項的部分 那就目前為止 操作看有沒有問題 應該蠻簡單的 因為它 就跟滑手機一樣 蠻人性化的 對 那我先幫你們設定那個 好了 發票的那個抬頭 就是抬頭同編電話地址 就是抬頭同編電話地址 有沒有留一些舊的發票在上面 後人類 是同編嗎 抬頭是 後人類科技 後人類互動科技 對 就是 後人類互動科技 後人類互動科技 是 抬頭 捅鞭 5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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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 地址 台北市 新衣區 瑞銀街 新衣區 瑞銀街 36號 542 54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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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